姜母鸭是福建经典美食,整个福建人都爱吃 今天三步教你做姜母鸭好吃又温补 首先准备半只方鸭切成小块 倒入面粉揉抽再用清水洗干净备用 二,准备200克的老姜切薄片 锅里倒入半碗麻油倒入老姜小火煸炒 把水分炒干炒成微焦的状态即可 然后取出三分之一铺上鸭肉 再把取出的老姜铺在上面 三倒入一包姜母鸭调味酱 这是闽南大厨按比例调配好的 记住了不用加一滴水倒入一碗福建老酒扣盖水开小火煲一个小时 中途放两次面防止糊锅 老姜去寒麻油温热鸭肉杏寒 三种结合不温不火非常滋补